天下人说天下是这里是老康说天下 大家好我是老康 中国队1比3付给了越南队 我们国人都很气愤 我看了一下刘建宏对于这场比赛有一个评论 他说在这出场的这10个人当中 5个是崇明岛的 还有3个是规划的 其他地方的只出了两个人 这是在夸奖徐根宝 跑向徐根宝是中国足球的救世主 扛起了这一届国足的半壁江山 他说的还不是很明确 说5个来自崇明岛 我看了一下有个足球算个球的 这位博主他说的更直接 这5个人那就是徐根宝的弟子 那么我们如何去看这支国家队呢 我觉得这种叫法应该说叫徐加班请了几个外员更 更准确一些 由徐加班请了几个外员组成的国家队更准确一些 那么徐根宝到底是不是像刘建宏吹的那样 是中国足球的救世主 还是说他现在已经成了中国足球未来发展的一个绊脚石了 我不赞同刘建宏吹的那样 我知道刘建宏和徐根宝关系还不错 我他曾经我看又说过那样一句话说 在央视的时候每年都要去徐根宝清雄基地去看一看 他们生活的特别艰难 徐根宝都是自己出钱 把崇明岛清雄基地一步一步 非常难的带到了今天 是不是像 刘建宏吹的那样 是中国足球的救世主呢 而且吹的还神乎其神说过去的20年只有徐根宝在干活 其他的剩下的都是片汤 我们今天来说首先我们就要回答一下 刘建宏的这个问题 其他的为什么都成了片汤了 为什么这过去的20年当中只有徐根宝在干活呢 20年前大连青岛 沈阳北京天津广东等等 都可以给国家队输送球员 但现在来说只有徐根宝的那个崇明岛 能输送球员呢 今天我们就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他不是说太太太太太复杂了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复杂 过去的20年是中国足球一步步走向没落的20年 同时也是那个崇明岛 徐根宝的那个崇明岛清兄 基地一步步发展壮大的20年 就拿这次啊 我们中国队和越南队的比赛当中 出场的那10个人来说 我觉得那10个人就好比说是10碗饭 啊10碗饭其中的5碗都让徐根宝一个人读通了 剩下的5碗当中有3碗 给了规划了 然后就剩2碗 对吧 所有的清兄队 除了崇明岛以外 其他的清兄队 你们去争你们去抢吧 就这2碗饭了 够吃吗 不够吃不够吃怎么办 饿死 所以说大连青岛省 北京现在来说 没有了 不是人家不行 是人家饿死了 现在来说好像 山东泰山还有一个队 还有广中有一个清兄队 如果说我们现在不做出改变我们继续任由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那个崇明岛队将来就成了中国足球清兄队里面的 独苗了 所以说国家队的所有的队员只能从崇明岛去选了 那我就到那个时候才是真正悲哀的时候 崇明岛不行中国足球就不行了 那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啊 那么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首先一个来说 我们不能再这样了 我上一期我说了 我说现在的中国足球国足 国足啊 就像是一个炒台班子 我们不能再这样再继续搭这种炒台班子了 我觉得这个炒台班子里面 徐根宝是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啊 啊 你五个人都是他的弟子 对吧 他在那个国足里面的分量很重啊 但是我觉得他已经成了一个国足的一个中国足球发展的一个绊脚石了 徐根宝今年来说44年出生今年79了 在中国的足球界 徐根宝那个根盘根错节到什么程度 在中国的足坛 徐根宝的那个根到底有多深 刘建宏你不是对于这个徐根宝特别熟吗 你给大家说一说 对吧 他和中国的现在的这些足球足坛来说 有人说他是中国的足坛教父 大年初二过一个生日 那么多的全国有名的球员 不陪自己的父母在家过年 跑到崇明岛给徐根宝过生日 足以见徐根宝的影响力有多大 所以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们应该改变这种搭这种炒台班子的 不能再这么搭了 我们应该选队伍 昨天我发了那期视频以后 有一位网友问 由谁来选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 我觉得不能由中国足鞋去选 也不是某某某某个人 去选 由那个 具体踢球具体带队伍的那个教练 他们去争取 打比赛 对吧 谁赢了谁拿了冠军 谁就能带领国家队 谁就能 带领代表国家队去踢球 代表国家队去打比赛 录在每一个踢球人的脚下 让他们自己去争取 而不是说 主席 请一个教练 请世界上最好的教练 请中国最好的教练 请哪个都没有用 就拿我们这一次来说 我们现在 主教练李肖鹏 那我看了一下2020年的时候 李肖鹏 带领了那个 山东泰山队 对吧 然后到年底的时候 他离开山东泰山队了 到了那个 武汉 在2021年的时候 他把武汉队从倒数第二带到了倒数第三 有那么一点进步 但是 他的继任者 豪伟 把 山东泰山队从中超的第五带到了第一 夺得了冠军 那么你说 豪伟的执教能力强呢 还是李肖鹏的执教能力强呢 我觉得应该是豪伟吧 就是选主教练 我觉得应该让豪伟去代表国家队去 提比赛吧 但是 为什么要选李肖鹏呢 这我就不清楚了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是吧 刘建峰你能解释的这个问题吗 解释的清楚吗 所以说 谁踢的好 让谁上 那个主教练不是由谁选出来的 是由 每一个踢球的人争取出来的 每一个踢球的人 踢出来的 假如说我们这一次不是说选主教练 我们就是拿实际成绩说话 拿你踢的水平说话 是吧 那豪伟不是带领的山东泰山队夺得了冠军了 那我们就让豪伟代表国家出战 以泰山队为班底 而不是以那个崇明岛为班底 然后从其他的球队俱乐部里面 选一些 进行对泰山队进行一个补充 进行一个加强 我觉得这支队伍来说 在豪伟的带领下来说 我觉得不一定就输给越南队了 所以说现在的徐根宝来说 你们派了那么多 你的弟子占了半壁江山 结果踢输球了 你是不是应该感到内疚 没有 人家痛骂了那些弟子 你们太不给我争气了 紧接着 人家又开始 讨论中国国族的未来 说 我今天我看了一个视频 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持 支持什么 过去我们对你的支持很少吗 但是你拿出什么成绩来了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种来说 没必要再继续支持了 你就是你从明岛你清凶基地你就踏踏实实的 你不要谈这些怎么拯救中国足球 你就踏踏实实的把你的球队训练好 你出去打比赛 你不想代表国家队出征吗 好啊 你跟泰山队比一比 对吧 你跟广东队比比你跟江苏队比一比 你打赢了那你就自然而然你就上去了 你打不赢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这就是老康的观点 而且呢 最后呢 总结一句 就是说 咱们不要再继续搭这种草台班子了 应该是 选队伍 怎么选 竞争 谁 提胜了 谁赢了 谁上 谁代表中国国家队 出征 最后呢 我也想请刘建宏 不要再继续去吹 徐根宝了 徐根宝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当然我知道你和徐根宝关系也不错 但是 关系不错 关系不错 但是我觉得 我们对外的评论一定要客观实际 这就是老康的观点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评论点赞关注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